本線的國中排球男子組聯賽 之前與竹山鎮的沿河國中辦理 此次總共由草屯 信義與南岡國中三隊報名參賽 獲獎隊伍將可代表南投線 參與全國排球聯賽 因此為了這次賽事 各校實生結相當用心練習 這些球員呢 我們都有共同的目標 所以呢 這個目標呢 還是需要各位球員去達成 那這一次呢 三隊的比賽呢 都是五五波的一個狀況 所以 為了要爭取這個代表權 學校呢 利用了很多的時間在練習 那我相信草中信義 國中應該也都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在學校的時候呢 我們早自習 還有利用放學後的時間 我們都一直不斷的在訓練 而且利用我們禮拜二跟禮拜四 活動中心有開放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們晚上練習都練得蠻晚的 此次比賽 最終是由南投式的南岡國中勝出 本縣排球協會的總幹事 也肯定改效實生的努力 在此次賽程中 明顯感受到南岡國中的進步 國中聯賽南投區域賽是以南岡國中拿到冠軍 那冠軍的隊伍可以代表南投縣的國中隊 去跟全國其他縣市的國中進行非常好的交流 那南岡國中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在今年相當努力 進步的相當讓大家肯定 尤其他們的球員每個都替了光頭 這樣破釜沉舟的精神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在場上拼戰的精神 以及歡欣鼓舞的這樣的士氣 我們看到這麼多的青少年 為了同樣一個目標 在這樣的正當的運動休閒風氣 他們為了這個目標一起努力 這樣的精神真的相當令人感動 身為本縣體育會排球委員會主委的議員許蘇霞 對於縣內中學在排球運動的推廣是表示肯定 也相信本次勝出的傑出隊伍 並能在全國賽中未獻爭光 排球在我們這幾年努力推動之下 可以看到這幾年我們生氣都非常好 首先在這裡也非常感謝我們在平常當中 我們體育老師尤其對排球的一個投入 然後對我們小朋友的一個教導 最重要的是我們小朋友有這種運動的細胞 還有運動的心情 來加入在我們的一個排球的運動行列之中 那可以讓我們彼此間的一個默契更加好 那當然忙碌的時候我們的一個成績 可以非常接觸的話 就可以讓我們的冠軍隊來代表南投縣 為我們南投縣爭取最高的一個光榮 透過此次的縣內排球聯賽 顯現奪索國中在排球運動推廣上的用心 立場和順逢是相當讚許 期許各校學生往後都能再接再厲 並盼望得到冠軍的南綱國中 能在之後的全國賽中脫穎而出 民選手心儀竹山採訪報導 我愛排他的月 我愛排他月 好